觀眾朋友 今天談兩個題目 下半場來談談立陶宛 立陶宛對臺灣真的是情意相挺 有情有義 不但贈送臺灣AZ疫苗 而且雙方互設辦事處 但是中國現在氣到不行 昨天召回了中國駐立陶宛的大使 那也要求立陶宛說 你在我這邊的大使 你如果過去都丟掉回去 而且如果說立陶宛還不聽話的話 中國方面的學者跟媒體也說 不排除中國要對立陶宛最嚴厲的 這個叫做斷交制裁 不過很顯然立陶宛 完全沒再怕 立陶宛是什麼樣的國家 可能今天會讓大家很有興趣 就民主以及對抗強權而言 說實在立陶宛是真的值得臺灣 非常敬佩學習的一個國家 那上半場再來談談五倍券 今天小英總統跟行政院長 蘇貞昌見面了 那大致上不管是方向或是內容 現在是越來越成熟 五倍券 那應該還是要一千換五千這個形式 不過呢 還是要來談一談 之前三倍券的經驗 現在要來發五倍券 有沒有需要再做一些調整 另外呢 所謂的替代消費的問題 在這次會不會再度的出現 又該如何的改進 介紹兩位特別來賓 特別感謝是寧夏夜市觀光協會 榮譽理事長 林定國林理事長 你好 身上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先說一下 真的 真正一輩人有一個機會 去寧夏夜市吃一個千歲 好 一輩人會懷念 但是現在可能沒機會 要不要 因為現在要辦得太困難了 因為千歲 院的精神就是分享共好 所以要十位好朋友 我是這樣說 因為去年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談三倍券 對 理事長來 然後那時候 我們就有介紹千歲 但是真的 這個要靠緣分 今年除非疫情真的完全控制 不然吃桌菜 真的不容易 但是等一下會來談談三倍券 對於寧夏夜市 他們的經驗是什麼 影響幫助又是如何 可是也出現了什麼樣的問題 介紹另外一個特別來賓 對於財經非常熟悉的資深媒體人 盧燕麗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先談談去年的三倍券 你怎麼花 我很快就花光了 然後我也不是買名聲必需品 就是看到什麼 喜歡什麼就買什麼 亂花 我覺得三倍券 以及今年的五倍券 他的目的就是要振興消費 是 刺激內需 所以我非常同意這樣的政策 跟方向 就喜歡什麼就買什麼 那甚至我還會多掏一點錢 然後再買自己喜歡買的東西 那當然前提是 我們經濟狀況還不錯 平常想買想吃的捨不得 或者是真的錢不太夠的呢 就趁著這個意外之財 本來說你本來那吃牛排 都吃百五塊 百八塊的 你這次就叫六百塊的 本來說你都吃一重 然後吃兩百塊而已 好好的對待家人 這一次五千塊做一次就剪掉了 對 所以我非常期待 而且也覺得這件事情 就趕快去做吧 對 那發錢好還是發券好 應該這麼說 每一個政策都有他既定的目的 那其實現在很多人在討論的事情 是他們覺得發現金比較好 可是我們必須坦白講 如果發現金的話 替代效果真的是比較高 也就是你要刺激多 希望大家拿錢出來 再一次消費 可以造成這樣的循環的 正相關的一個消費的效果 是比較低的 那同時呢 我必須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這次發消費 發這個五倍券 以及去年的三倍券 我們的政策的目的是振興 不是紓困 如果是紓困 就發現金啊 越快越好 越多越好 可是呢 我們這次的三倍券 跟五倍券是希望振興 而不是紓困 所以我個人其實是蠻 贊成政府的立場的 就是呢 我們發五倍券 花三倍券 那只是說 現在民間也是有不同的聲音 他們認為說 再拿一千塊出來 然後你再給個四千 然後或者是給個五千 然後再給個其他的縣市政府加碼 大家會覺得多拿一千塊 這件事情 有一點點多一層手續 你就直接給我四千就好了 為什麼我先出一千 其實我是贊成這個方法 就是不要那麼麻煩 我們就是盡量辯明 你就不用五倍券嘛 你就說四倍券 而且民眾的kymoji 坦白說是不一樣的 特別是對很多的長輩們 比如說像我的爸爸媽媽 他們就覺得說 那我都不用出錢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政府對我們很好 所以當然就是一千塊錢 還是會退還給你嘛 可是確實對很多長輩來講 他就會覺得 我真的 我真的就是一毛錢沒有花 對 所以其實我是比較在成這樣 我等一下會再來談談 是不是真的民眾要掏一千塊 因為也有部分民進黨立委 是說希望說 平常就不要出錢了 政府在這補四千補五千 不過我請教理事長 是 最近我現在都有點失憶 去年那個三倍 這個最小面額 好像是兩百塊 兩百塊 所以你譬如說 那路邊打 雅漆 這兩百塊 還要交得很好 是 有 那時候我們用的時候 就是自己發行區域貨幣 其實因為在夜市裡面 都是銅板經濟 你用兩百塊 我們說是有點 我們一般我們的消費者 去雅漆 他的人均大概是一百五左右 所以他的想法是想刺激 那個消費者 讓他能買滿兩百 但是有時候有些 真的他沒辦法 家裡只有他一個人的話 他就沒辦法 所以還有五百塊的 那就更不方便了 所以那時候的媒體 有去採訪一些攤商朋友 攤商朋友說 這樣我沒辦法收 那時候我們是全臺 第一個夜市說 我們就要讓消費者方便 消費者要來 所以我們都發行五十元的區域 貨幣 我們把把所有你有五百兩百 通通拿來換 拿來換以後 換成五十元 你在零下夜市的一百八十攤 二十幾個店家 全部可以使用 這造成蠻大的風潮 在那一年 我們收了一千多萬的 那個真心體用券 這樣在那個三倍券的時候 夜市券也同樣 也收了一千多萬 夜市券一千多萬 譬如說我兩百塊的三倍券 我譬如說買一個雞排 可能六十塊而已 或是要怎麼叫我零百十 那點也是說不太零 你們就整期說兩百塊來 跟你們這個服務中心換四點 換五點 對 你再蓋上去 我說再蓋這裡 我們希望這個消費者 通過把你三千塊全部流到我們這裡 所以那時候 我們就是推出幾個政策 包括摩財 然後三千塊都換在這裡 第一時間就上了一個環保提鍋 那個環保提鍋是價值五百塊 然後你帶著環保提鍋 到夜市裡面 你又可以享受一層優惠 叫做加料加量不加價 然後也藉由這樣引導 他跟我們一起做環保 那時候效果也超級好 我曾經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的媒體來報導 那個一家大小 把他全部的消費 證信件拿來換 一個就換了五個提鍋 他們家五個人 就換了五個提鍋 然後全部換完以後 這個萬五塊 他就走不去 這個萬五塊 就一定要在林下樓消費 他換成了五十元的區域貨幣 有人說怎麼一定要在這裡消費 我們有一百八十年 二十幾個點 有兩百的總複製 你怎麼吃 你說萬五塊 你吃也能吃到很多 雖然不一樣 是啦 是啦 甚至於又推出 剛才我們心臟兄說的千歲院 不是怎麼樣 你用三千塊來頂千歲院 是變三千五百塊 這樣他就更刺激 就是說這家一定要來 所以當下 那時候我們收了一千多萬 那電動對你們來說 有那個券 有那個coupon 有那個東西 是 是 是 要怎麼操作 怎麼加碼 還把它打開 這比較好打 比較好做 是 是 我如果現金你就比較快做 對 其實我說 我剛才很認同 我們願意說的 你要搞清楚 他這次的政策是要衝向 紓困的時候 我們當然希望現金 而且我們紓困在第一時間 攤商朋友跟勞動家 都有收到什麼 第二個我們有稅值的 就領到四萬塊的補助 有自己老公的還是公費 那第一時間 他錢就擲來三萬塊 就擲你負責 那個就是在第一時間的紓困 現在再來我們說的 不是要紓困 再來需要的是振興 如果現金 他可能地路沒拿出來消費 他要給錢 是勢必要出來消費 這勢必要來消費 才能夠刺激這個振興 所以這目的是不一樣 第一時間的紓困 其實都抽到現金 我們可以領到 當然有一包 我們社會邊緣人領不到 我們說這個政府 可以再受到周圓一點 但是振興建這件事 我的看法跟我們原理一樣 是盡量用鑽得好 用鑽 或者是數位化 鑽得好 我覺得政府的政策 要有引導性 現在不可以用這個 有個說不可以現金 不可以用鑽的人 他有時候是一種 第一個他不會用 一個是不願意用 那我們要解決的 但是不會用的 我們要讓他會用 我在說因為 大部分都說 共南部一些年紀 比較大的事大人 共貿不可以用 其實他有孩子 他有孫子 有兒子 透過這一次 是不是可以親子活動 說阿公不可以用 你跟阿公用 阿公你跟我可以用 實體件 假設是五千塊 我用數位劍 我多五百塊的時候 我想 這孩子說阿公來我替你用 你就多五百塊 南部 我說手機 半公囚 有個說不行不行不行用 不行用 他用手機可以簽牌 他用賴會讓我們阿嬤 說賴還讓我用錄音 他說你打太慢 我用錄音讓你聽 這都很厲害 你說你如果加過 是他賣到賣 你如果說透過這樣的引導 我相信 他說阿孫你給我加一下 阿嬤就加五百 加一千 所以這政策上面 數位劃這件事情 我給各位報告 他絕對不是趨勢 他是現在進行事 你不能夠說趨勢 說趨勢就大家 你如果不做就落伍了 我跟你講 五千跟五千 大家都不可以贏 你如果用數位 五千變五千五百塊 大家就都會贏 贏到他去贏 有的不用贏的 有時候是嘴在說而已 真是就沒辦法贏 他就慢慢贏了 現在你看 不管是疫苗 還是很久 很久以前的口罩 大家都是數位去登記 不過我們來看看 今天小英跟蘇貞昌 行政院長見面了 那包括在昨天 高雄跟臺南 阿東沒人沒吃的時候 他就說我要打起來 我要加碼五千變六千 我們來看看 行政院將發放五倍券 刺激內區消費 外界關注五倍券 何時上路 行政院長蘇貞昌十一號 向總統蔡英文報告 五倍券的規劃進度 蔡總統指示 提出更完善的計畫 傳出政院最快八月底 對外公布細節 五倍券將是一套十張 包括新增三張一千元 兩張五百元 五張兩百元 資本可在郵局購換 全國一萬一千家超商 也可預約購換 數位券能選擇綁定信用卡 電子支付 悠遊卡或一卡通等 這回五倍券比照三倍券 可用在全國實體店家攤商 也考慮放寬適用外送平台訂餐 藉此幫助店家 針對經濟弱勢約一百零九萬人 政府會直接匯一千元到民眾戶頭 等同免費 地方政府蓄勢待發 瞄準五倍券商機 高雄市去年透過三倍券 締造十二月的發票金額高達二十三億元 今年開出第一槍 宣布加碼一千 讓五倍變六倍 還會加碼在餐飲觀光上 對於每一個這樣的一個店家 我們提供這樣登錄的發票 然後我們來做雙倍送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首獎呢 目前呢 我們大概有神秘大禮 高雄將結合國慶煙火 台灣燈會及跨年晚會等 期盼創造百億商機 台南也跟進 並配合振興政策再加碼 預計納入購物節 審核觀光 文化和農業資源等 加碼活動最快九月開跑 記者 張子佳綜合報導 我們再來看看五倍券的相關的訊息 行政院的發言人羅秉成 他說呢 總統請行政團隊考量 今年疫情的狀況 用去年的經驗來推五倍券 要有更完善的計畫 不過特別重要 希望行政院要跟各界 特別是立法院的黨團 再溝通 部分的民進黨立委 對 像何志偉 小明合作 合作會 合作會 合作會就說 你就直接發言就好了 你就不要再叫人 添一千塊出來 拿這個一千塊 其實說實在有一點累 就是掏錢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就不要再掏一千 你如果說只有四千塊 預算你就發四千 你如果錢多一點 你就發五千 其實有一點 很嚴重 連一千塊 不要再叫人添一千塊出來 不過這個 這個還沒有 這個只有部分律委的意見 那政院還沒做最後的決定 因為那牽涉到整個預算的部分 那現在四千的話 就是一千一百億 如果你要發五千的話 那當然還要再加上去 不過民眾黨的立委呢 他們也談到說 要排富 不要人人有講 發現金這樣子 那國民黨的立委賴士堡 也說 你硬要用五倍券來振興經濟 可是沒有領到紓困的家庭 還是很多 他們都在哀嚎 那還有領過紓困 但是不夠 也還活不下去的人 這些也在哀嚎 那政府就是言而不聽 言下之意 就是一個爭點是 要不要排富 到底是不是該發現金 以及是不是真的要再 讓民眾的一千塊換成五千塊回來 我們先不談這個 先談一下 理事長 在去年 攤商當面對到那麼大的疫情 那個時候其實也很慘 然後發了三倍券 真的有幫助嗎 對我們有作為的 比如說有情緒政策去support 或者是做促銷的 這些業市跟業者 確實是有幫助 但是我們說實在 有很多雅士 他比較沒有這個零零 所以讓這些券都照顧一些超商 全聯 這些東西 這還是屬性 還是覺得說 如果再能更周圓一下 雅士這個部份是不是有針對一些特 專有性的 那些放下去輸用 甚至於我 我跟你說 你要用數位的 你給他一些優惠 那相對的這些消費者 也有機會引流到 這使用數位的人身上 因為比較實話 你說就是說 這數 利用實理券 其實也會獨立一個情形 製作成本很高 回收的成本也高 所以有些人會說 你如果要有製作成本 跟回收成本 你就整個說要用這個 給他們振興就好了 但是如果真的發現金 就會發生這種情形 我跟你說 有一個人 其實拿到這幾千塊 他是跌下去 他就不差 平衡的消費 就是這樣 但是假設這有一個人是三分之一的時候 你就減三分之一的消費 在那裡 如果疼苦的人是 不管給他賺 或是給他錢 他都一定馬上發掉 因為他其實是需要 所以給錢 跟給虛擬 他給券 其實給券是可以刺激多三分之一的消費出來 這是確實 我那天坐著朋友請他 那時候我行情不錯 他說 你剛好安生要領 他說我這個新聞領 不好意思 那那個司機在旁邊說 不然老闆你領 讓我贏 好嗎 這個就是 他要去領 讓他贏的時候 他也是做多贏的消費 給一個老闆 消費出來 他說我不好意思 那他司機說 不然老闆你領 讓我贏 我來贏 這也就是我剛剛說的 如果是券他有這個功能 如果不是券他就 老闆掉落 甚至他沒關係 就少掉三分之一的消費 但是現在疫情期間 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接觸 容易傳染 所以你如果數位也會降低接觸 再來省去那些早靈的問題 是 因為數位你就多少數字 下去錢到那個 不用再拿人膳來早靈 這相對的 對兩方面又更有安全性 我說應該說兩項 比較一個 實體券的部分 是有個中南部 包括一些雅七 他覺得這樣比較方便 然後甚至於他說現金 我跟他說實在 現在他說現金 很多 你還是跟我們賺不到他們的錢 真的是想辦法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提升自己來吸引消費者 這是最重要的 不過好幾個觀點 那個理事長講得很好 第一個最重要的 紓困跟振興 可能要分開 如果要振興 我們的所有的政策 就要引導到振興那條路 紓困就是主要是救命的 這些人要先救起來 第二個 如果是要振興 恐怕就不應該排負 沒錯 因為好好的人才有可能會打掉 沒錯 難過人 可能說 這個主要拿來拿來 入水電 這個其實振興的效果就不太好 我聽到一個最最最重要的一個觀點 是理事長談到分流引流的概念 譬如說我如果拿到五千塊的振興券 五倍券 我愛哪裡花 我去全聯 我去佳樂福 我去寧夏 我去饒河 都可以 可是我們其實是有想要把他引流到一些 特別需要被振興的產業 有沒有辦法透過電子的這個數位券 然後讓他加碼 甚至有更多的優惠 就是可以做得更加細膩一點 更微型的那些小經濟 是是是 譬如說我們就是要 要救路邊燈 對 小攤小店 我們是不是說你如果用數位券 本來說一百塊你只要靠八十塊 或是說你本來一百塊 我可以再加二十塊給你 這一種引流的方式 我再請教一下那個燕麗 排富不排富 該不該 我當然是認為不要排富 因為這樣有說過嗎 我覺得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蠻多的一些內容 包括理事長 我一開始我就提到說 這個是 這個是振興 這個不是紓困 那如果大家覺得這個是紓困的話 事實上政府已經做了一連串紓困的方案 那這次是振興 你既然是振興的話 我百事不得其解 為什麼要排富呢 以我自己來說好了 我去年 我想起來 我去年我的三倍券怎麼花了 因為我跟百貨公司的貴姊感情都很好 他們隨時都會賴我 都會跟我說燕麗啊 我們最近業績很慘 趕快來幫助我們一下 二話不說 因為事實上百貨公司 他們也會多加碼 三千塊錢 你消費三千三 那就是算三千 也就是多送你三百 以及每一個貴 也有不同的優惠的方案 像我常去的那個貴呢 是消費滿五千 又再送五百 那我覺得很划算啊 所以我那一次單一個貴 我又不只花五千塊了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就是排富把去年年收入 比如說索得是兩百萬 或三百萬以上的人 我們把它剔除掉 讓這一群人不領三倍券 五倍券的話 那其實振興的效果 我覺得會大打折扣 因為事實上 我們的收入比較好 那當然我們就很願意去去花 消費 然後甚至看到喜歡的 會更願意花 那同時我覺得我剛剛非常適合 非常讚同 剛剛理事長講的 就是說 其實對很多人來說 很多人都會一直抱怨說 那個數位化很麻煩啊 數位支付很麻煩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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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們就是一定要用券 那其實券會有一些疫情上面的 就是干擾或者是影響 所以如果以我來講 好了我拿到實體的五倍券 我第一件事情 我一定是先消毒 我消毒之後 我可能才會再用嘛對不對 然後我相信很多的商家拿到時候 也是在消毒 消毒之後呢 不停消毒 不停消毒 然後到時候再收回回去 那我覺得這在作業成本上面 真的是會比較麻煩 那接下來這個五倍券 紙質要弄好一點 沒錯 然後我另外要講一個重點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是 引流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我建議啦 不管是政府 或者是縣市的政府 或者是我們相關的業者 我們可以現在趕快去想的是 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優惠的活動 跟配套的措施 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我自己的子女 她是在東區開一家甜點店 跟咖啡店 很慘 業績超慘的 就她跟我說 幸好有付清潔 稍微支撐一下 讓她的租金可以付得出來 那我就跟他說 你接下來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想怎麼樣 讓消費者一次願意把五倍券 通通都花在你的店裡頭 你可以呢一次發一次就是花五千塊 那你可以領六千塊的東西 或者是六千五百塊的東西 我覺得現在所有的零售業者商家 要想的是這件事情 因為消費者真的非常非常的精靈 那我們要消費 我們會去以前比較常 比較熟悉的店家 但是如果他願意有更多的優惠 我覺得大家會更願意一次把錢花光 是 是 譬如說盲人按摩 這真的應該要好好協助的 譬如說你本來只養百分鐘 不然你就養一分鐘 盲人按摩也許說你一分鐘 本來六百 我算你五百 一張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來看看 所以我們在談公共政策很清楚 我們要釐清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沒錯 如果目的是為了振興 恐怕就不要老是在談紓困這一塊 那就要看紓困的這個是用其他方法 但振興的這個目的 是不是可以用現在的方式達成 那我們來看看振興 三倍券 昨天黃耀輝黃教授也有談到說 政大的別連帝教授呢 他做了一個民調研究 發現說其實大家嘴巴上講的 跟最後做的不太一樣 三倍券的時候大家嘴巴上 他去做他的民調說 你要領的是實體券還是虛擬券 本來是說百分之五十三 他民調的民眾呢 是要領虛擬的這個數位券 結果今天本來之後 只有三成五的人去領虛擬券 六成二的人後來還是去領了實體券 不過跟最後最後實際 真正臺灣的情形臺灣只有八趴 不到八趴的人去領數位券 百分之九十二都是領實體的那一張一張的券 那消費的方式呢 本來呢是說我會做一次三千塊給他 結果呢真正消費之後呢 百分之五十六 比別教授所調查的民眾呢 都是小筆消費 再來呢 在之前很多人說 我要來刷刀啦 我要來打那個飯店啦 還是說我要買小型的耐酒財 這比例很高 可是真正拿到券之後呢 大部分都是拿去做日常的餐飲 然後呢兩成六是做低價的消耗財 那別教授也特別講 幸好領實體券的人多 因為呢這個所謂的替代效果呢 就比較低 刺激效果還比較高 如果拿實體券的話呢 恐怕呢這個替代效果還會更高一點點 這是別教授做的研究 那使用振興券後 對於政府跟店家的優惠 五感的民眾 在他的民調是有百分之四十一的民眾 我再請教一下 其實我們在談振興 最害怕的就是發生所謂的替代消費的問題 如何避免 我覺得替代消費是難以避免的 一定會發生 就某些族群來說 因為確實有一群人就是收入銳減 包括他可能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他在零售業 在服務業 確實是收入銳減的情況之下 他拿到了五倍券 我認為他還是就是會做一些日常的消費 比如說買食物或者是買 他覺得他應該要吃到的用得到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無可厚非 但是呢剛剛有特別提到 我們必須想辦法從頭做起地方政府 或者是當我們在綁定這個數位消費的時候 我們有更多的優惠的話 你就可以去刺激他有更多的消費 剛剛信聰宏也特別提到 去年有很多的民眾本來是要用虛擬的 要用數位券 就後來去領了實體券 我個人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主要是因為去年的情況是 很多的數位券是綁信用卡 然後信用卡他的優惠的名額是有限制的 是 那我一上班我們很忙 我們來不及跟年輕人去搶那個名額 所以就搞到之後你就會發現說 那我用數數位券並沒有特別多的消費 而且信用卡公司推出的優惠 也不是多迷人 而且還會當機 信聰你記不記得去年還當機 所以呢我覺得就是我們相關的環節處理好 換句話說一個很重要的 當政府不管是三倍券 或是未來的五倍券發下去之後 這只是點一把火 那包括信用卡 包括電子支付業者 包括所有的店家 包括地方政府 甚至包括其他其他所有的呢 通通要去點另外一個火 這個火才會點得起來 對個人或是商家來講 他才搶得到 對整體經濟才有辦法振興 我再請教一下理事長 給因為這個快要拍板定案了 給政府一些建議好不好 其實剛剛說排不排富這件事 從這個表格上就看出來 不應該財務 因為你欠的人就是欠的人 欠的人就是欠的人欠日常用品 我們更應該去刺激富人多消費 來幫助這些基層 他結合消費他的錢才會滾動 包括說我們的過節 好啦 我們一些提供 互不互不予的人 他不知道 我們都要刺激富人去消費才對 是不是這樣 剛才說的 剛才願意說 他領到三千元去花五千 如果真是工夫人 領到三千元就花三千而已 是不一樣 真的如果消費力比較強的 你反而要去讓刺激他消費 來幫助多數的這些基層才對 不是說跟你 aa 賺的 賺的就沒有消費 比較辛苦的人 領着三千元就花三千而已 那怎麼會增加消費 是不是 第二個天杖是要更應該是 給富人更加適 fit 給他取將花是更多錢 進來 supposed to give sondern這個消費 所以目的是振興 所以要從不從這個目的來講 而且呢 最好是讓他如果電子化之後 做好引流 是的沿...我有一個建議 因為超めて實體建的成本太高 但是我們可以使用的方法 我們老父是金門人 我們早上戒嚴時期 我們老父他們的錢是限定區域 他就是從 直接就是新臺幣 上面寫限定金門用 他就不可以在包圍用 我們這次我們不要用錢 因為我們真正的錢 防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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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比得漂亮 只要再用真錢上面 把他打說這次是真心五倍券 在什麼時間內要消費掉 你就不用再做那麼多錢 去做真心劍 還反偽很麻煩 如果要用實體件的話 是這個部分 那再次的建議 實體件用這樣的方式 用真鈔就好了 只要押注說限定什麼時候使用 我相信現金門馬祖的 有些座品的都用過 看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少掉了一些 你就是說現在的一千塊 對 這是一個創意的想法 你就不用再花錢穿本 超票就可以用 時間到你再收回來 流通信更快 就是新立 你就不要再加那二三十個做 做這個錢 油管道的跟蘇貞昌運長 講一下這個觀念 金門限定金門馬祖 再來就是一定要引流到數位 刺激 我剛才說的 如果分五千 你如果用數位 加五百 我跟你說很多人 就想好了 我來用數位 因為刺激我們被消費端 我們的消費端 也想說 不用數位的人拿比較多 沒有刺激我們消費端 我們拿車 就大家來用 是 其實現在你看 禮拜就是要燒個QR 不就是這樣而已 我們禮拜 要燒個QR去小店去小攤 燒個QR 我們有多困難 是 真的沒有困難 這是五倍券很重要的 一些觀念 謝謝 謝謝